他怎么洗钱,很简单,现在姚庆的钱在瑞士银行里边,或某个家族信徒,或姚庆还没有被兑现的, 比如说李思莲张力百分之百的老板就是张松桥王岐山,包括北京的银泰,还有新华人寿啦,银行啦,什么这些, 这些人还要按照年过去的承诺兑现的钱要交给姚庆,还有孟建柱的钱,姜志诚的钱,这些人钱每年都在收怎么洗钱, 就要通过张松桥,通过马明哲平安集团去买东西做金融财,是不是洗了,这些地产卖下去再洗一遍, 就是姚庆的买资产的洗钱的钱再卖给自己人,卖给美国黑石,卖给马明哲再卖来卖去,这又洗一把, 在洗的过程当中进入了数字货币市场,进了币安,最后落到比特币,到了比特币市场一交易你永远插不着,这是他们一贯的洗钱的招。